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我国古代,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躲过的自然规律,在民间的传说有许多种的藏俗文化,包括土藏,火藏,树藏,天藏等等。 其中有一种是瓦罐坟的记载,虽然历史记载叫模糊,但是这样的习俗还是存在的,它也是一种古老的习俗。 这些资料的提及,根据名字我们也能知道,这是地下挖出的一个墓穴,其四周有砌好的青砖,并在其坟中留有出口,形似瓦罐,所以称为瓦罐坟。 相传在老人60岁时,就要被送进瓦罐中,每天由家中的子女为其送饭,饭后会在坟口气块砖,直至将坟完全封闭。 古代60岁就是花甲之年,完成一个轮回,人已经失去了劳动的能力。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,这种藏俗文化还是比较流行的,但现在看来,这样的做法是相当残忍的,可是又有人们送饭,唠嗑情节的进入,所以又有孝道的存在。 那么,人们就愿意用这种方式死去吗? 当然不是,这些传说中,这是秦始皇害怕这些年轻60岁的老人,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完全可以造反,所以用这方法代替活埋。 当然,这种漏西早已废除,但在穿闪厄狱交界之处,专家还能发现不少瓦罐坟的遗址。 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制作的残忍。 这种不尊重老人的行为,就是不尊重自己的未来,是值得我们沉思的。